高雄衛舞營公園內監視器拍下 一群人包圍穿會衣騎士 旁邊熱心民眾狂踹機車出手猛推 騎士連人帶車摔倒 沒多久又爬起來 油門催了落跑 警方以車追人 逮到男子 他涉嫌在公園攻擊老翁 事發著一下午四點多 七十九歲的老翁騎車到公園 準備運動 男子跟在後頭 向老翁借打火機 老翁回沒有 男子拿出身上攜帶的拔丁器攻擊 當時老翁從停車場趕緊跑出來 男子追上不停毆打 老翁滿頭嗜血躺在地上 附近民眾見狀趕緊幫忙 衛舞營公園附近 平時很多人會來散步運動 當天經過看到老翁滿身嗜血 躺在地上嚇了一跳 嫌犯則逃不到一小時 就被打衣服 還殘留血跡 警方當場依準現行犯逮捕 全案因殺人未遂退人罪險 移送到這地方地方警方署偵辦 警方調查 嫌犯平時在公地工作 有毒品傷害前科 不排除有吸食毒品 依殺人未遂罪偵辦 只是借不到打火機 就出手拿拔丁器攻擊老翁 公園見血嚇壞不少人 三地新聞田居打 陳雲安高雄報導 警方桃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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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